為了這十八趴改革 馬總統陳芬頂到時 第二次調開婚姻董勾斬的會上 達成收法的共識 包括月外退的政務官 優遵的理順 上漢要來武漢桌 還有所謂替代律要來下修 另外令營所提出 希望利息可以改作普通這個案 確定是向拜登 所以未來差不多有100萬的部長期 以上的政務官會受到影響 符合在馬總統搖誘 今天三個官的進行 十八趴新座因法正義 馬總統十四乎 第二次調進婚姻董勾斬的五十歲上 台市映三大共識 正經營案提出最新的修正版本 十八趴政策修正方向 主要有三大共識 包括拿到政府官的優避正款 今天也是上漢 以及所在替代論 鄉下修正 管得三個官的發授法中心 不過令營養出 優避正款改動普通理事 並沒有讓馬政府裁立 這讓民進黨立委批評 十八趴修正方向出貨 這次根本是拍檔很輕 有一次好像十五次 非常錯誤的假改革 這個是見樹不見林 這個是把錯賣 投錯藥 笨蛋 問題在所得替代率 這樣的一個做法方向是對的 因為事實上很多的基層公務員 像五指等的 其實他們領的退休金很少 根據修正版本三個官的精神 對於香港六年的變化和新座都沒有實際 減到一百多維政無關 所無關無受影響 只有優避正款的上漢雅多 會有全序部正算了之後 接管議定 記者綜合報導